如果要问地球是什么味道的 那一定是咸的 地球上拥有无穷无尽的盐 人类和盐的联系超过了其他任何物质 在古代盐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 范麦斯盐是沙头的罪名 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罗马帝国 有这样一句名言 条条大道通罗马 而这些大道正是国家修筑的盐道 汉武大帝雄才大略驱动整个帝国运行的燃料 也正是国家对盐业的掌控 平凡的盐创造了一个个不平凡的文明 如今盐不再是稀缺资源 它存在于每个食物中 然而过度食盐似乎又和心血管疾病 存在紧密的关联 随后又出现了点盐 甲盐 这些新诞生的盐又有什么样的效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我们之前的节目聊过糖 人类对糖有天生的渴望 因为糖能给我们提供能量 但是不同于糖 我们在做任何美食的时候 几乎都会加入盐 盐其实并不会给我们带来能量 所以人类对盐的需求更加匪夷所思 盐在历史上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它拥有货币一样的价值 人类为什么离不开盐 它是怎么改变我们的历史 怎样改变我们的身体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盐的秘密 在古老的繁体字中 盐是这样写的 左边是一个臣 也就是大臣官吏 他在监督右边的人 右边是一个人提着一个卤字 卤水也就是咸水 下面再放上煮卤水的器皿 这样当卤水被蒸干 就会得到白花花的盐 这个字也同样生动地揭示了 盐在古代是国家监管的重要物资 公元前141年 汉武帝刘彻即位 他继位的54年 让汉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帝国内平战乱 外籍匈奴 事实上汉武大帝能够拥有如此的成绩 离不开盐这种微小的物质 汉武帝时期实行盐科的铁盐专卖 官府对盐垄断经营 在制作盐最好的几个月时间 国家不允许私人制盐 实行这个政策之后 国家可以欲睡余价 盐价不断上涨 由美弹300钱上涨到900钱 人民对盐的需求是不会改变的 这带来的后果就是 人民感觉不到自己被征税 但是自己的钱全被国家吸干了 汉武帝靠着盐铁专卖制度 不断充赢着自己的国库 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发动漠北战争 对匈奴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真正让西汉走上了巅峰 当然汉武帝并不是冷血无情的 他也知道盐铁专卖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 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 就会向汉朝初期 国家开放盐的民营 最后诞生了很多 靠贩卖盐成为巨富的商人 而这些商人虽然富甲一方 但是却不住公家之急 只顾自身享乐 于是汉武帝只能牺牲掉老百姓 助推帝国往前再走一步 这个故事足以证明 盐在古代到底是怎样不可替代的地位 经营盐业生意的个人会成为巨富 垄断盐业生意的政府会成为帝国 在汉朝著名的《盐铁论》一书中 就记载了汉武帝时期 主持盐铁专营的大臣桑洪阳 和大将军霍光关于盐业 是否应该国家垄断的辩论 两位大臣经过长达数月的争论 霍光认为 国家垄断盐就是与民逐利 榨取老百姓的血 而桑洪阳认为 如果不垄断盐 国家就会被逐利的商人掏空 政权都会不保 汉武帝死后 人民对桑洪阳强烈不满 诅咒他下游锅被煮死 结果桑洪阳后来真的被火光 扔进了锅里煮了 盐让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 大汉这样的帝国 讽刺的是 盐也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 大英帝国撬开大清的大门 靠的正是无敌战舰上的盐 17世纪英国在海上开始了殖民扩张 他们的殖民扩张覆盖到了各个州 对于战船上远征的军队 食物的保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而盐一直就是历史上的冰箱 它能有效地防止食物腐烂变质 腌制过后的食物能够存放更长的时间 英国战舰上的士兵 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 有一半的时间都是花在腌制食物上 他们会把在途中获得的新鲜肉类 通过盐进行腌制 以达到防腐的作用 大清帝国似乎从来不会想到 自己会被一艘满载腌制食物的战舰 撬开自己贸易的大门 英国人不仅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 而且开始向中国销售盐 清政府最后的救命稻草盐税 也被英国夺去了 这也预示着中国的封建统治走向了终点 盐可以左右国家的国运 那是因为人类对盐有天生的渴望 设想一下 如果盐不是人的必需品 那么国家对盐也就没有必要实行垄断 化学上的盐是一个大类物质 而我们普通人口中的盐 主要是指食盐 这种物质为什么是我们必须的 因为我们所有生理活动都离不开电 你没听错 就是电流的电 有个现象可以很好的证明 如果一个人触电了 他的身体会抽搐 并且手脚根本不会听话的甩掉电线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肢体做出动作 本身就是靠电 外界如果有电流扰乱的话 我们就无法做出任何动作 食盐绿化钠进入人体会成为绿离子和钠离子 绿离子是一种负电离子 钠离子是一种正电离子 它们会和其他离子一起 让我们的神经存在电位差 很多人说 长期不吃盐会觉得身体没有力气 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你的能量不够 而是你的肌肉中带电离子不够 所以盐参与到了一个动物 所有神经传导肌肉收缩 以及心脏功能中 而食盐中的绿离子和氢离子结合在一起 那就是盐酸 也就是胃酸的主要成分 所以食盐也是帮助我们消化的重要物质 另外食盐对人的血压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人离不开盐 节目最开始我们说到的 地球的味道是咸的 因为盐无处不在 生命诞生在这里 所以生命也是咸的 动物的血液和汗液 以及其他体液都是咸的 最初的生命是诞生在海洋里 所以无论如何进化 似乎生命还是习惯咸的环境 除了人类其他动物也都是找盐高手 食草动物尤其需要寻找盐 它们会去铁饰一些富含盐的矿石 比如牛和羊 还有很多大型的食草动物 例如大象 它们会去主动寻找盐碱地 而食肉动物通过捕食爱吃盐的食草动物 吸食它们的血液也就补充了自己所需要的盐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对于生命来说 必不可少的盐 是不是真的百利而无一害呢 2019年5月21号 中国医学科学院和美国西北大学 在一篇研究论文中显示 食盐摄入量和肥胖 以及血压升高 呈现明显的正相关 也就是说盐吃的越多 越容易成为一个胖子 并且更容易得心血管疾病 这样的结果我们并不奇怪 盐作为一个增加食欲的调味品 很容易让我们摄入更多的食物 并且由于盐吃了 我们会更需要补充水分 也就造成了一个人体不断增加的局面 而因为盐导致的心血管疾病 也是科学家们一直关注的重点 2017年《柳叶刀》杂志上公布了一个数据 全球因为吃盐过多导致的心血管疾病 死亡人数高达300万 不仅如此 高盐饮食还会带来另外一个不好的疾病 那就是炎症反应 盐会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造成炎症 身体的免疫细胞会攻击我们正常的细胞 造成血管损伤 从而引发各种不好的后果 比如中风 心肌梗死等 亚洲人的食盐摄入量很高 而且非常单一 主要就是钠盐 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如果同样是吃盐 会不会把盐的配方更换一下 就可以更加健康呢 2020年4月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 通过研究后在知名的医学期刊BMG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们发现如果使用富含钾的钾盐替代普通家庭的钠盐 那么亚洲每年死于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将会减少50万 除了钾盐 相信大家听的最多的可能是点盐 并且民间有很多人说 就是因为食盐被加入了点 才导致现在这么多甲状腺癌的发生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实点是人体所需要的重要物质 缺点会造成地方性甲状腺肿大 点对儿童的智力发展也非常重要 在点摄入量不超标的情况下 儿童的智商和身体里的点含量呈正相关 广东地区在1996年开始实行点盐政策之后 在此后6到15年时间 对全省的学龄儿童进行了三次智商调查 结果发现学生的IQ逐年增加 并且作为对比 非点盐销售的地区学生 平均IQ基本没有改变 这样就可以排除生活条件变好 教育水平变高 儿童营养提高这些干扰 可见适量的点加入食盐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如今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逐渐增加 即便没有到癌变这一步 也经常在体检中看到甲状腺节节这种问题 于是很多人就把矛头指向了点炎 事实上不仅仅是亚洲 全世界的甲状腺癌的病例都在增加 因为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了 很多以前检测不出来的节变和癌变 现在都能检查出来 从结果上看似乎是病例增加了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除了一些富含海产品的沿海国家 点缺乏几乎是全球的问题 所以到了2008年 全球有120个国家和地区都实行了加点的策略 美国是第一个在实验中加点的国家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 如果要深究 为什么好端端的人类会缺点 那还要讲到第4级冰川期造成的土壤改变 由于时间原因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虽然吃盐会造成一些疾病的产生 但是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前面我们说到 盐会导致身体产生慢性炎症反应 而激活人体的免疫本身 也是抑制肿瘤的重要手段 在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一篇 研究盐与癌症关系的论文中 科学家就发现 盐可以抑制肿瘤的发展 这个古老的调味品 或许在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军 我们下期再见